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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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做一個20分鐘的課程 就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伸展課程 但又是一個瑜伽的系列 所以會用我們的Wheel 以及兩個Block 準備開始吧 我們首先會用 其中一個Block 放在我們的Wheel 後面 防止它滲出 大約 背部的背部 扒在 Wheel 上 另一個瑜伽磚放在頭下 放著 腳板合在一起 打開 如果這條頸會覺得不舒服 喉嚨可能會不舒服 那就可以坐前一點 雙手來到身體旁邊 雙手來到身體旁邊 讓頭完全放鬆 肩膀 胸口都放鬆 感覺到頭 頸 肩膀 肩膀 背部 腰 腰 肩膀 全部都是被我們 瑜伽瘡 和瑜伽鱗 承托著的 所以我們全身可以在這裏 完全放鬆 這樣 不舒服 可以留下 下一次吸氣 可能雙手可以鋸起 拿著對面手肘 打開胸口 然後慢慢放鬆 慢慢就開始坐起來 所以坐起來的時候 雙手可以扶著我們的瑜伽磚 慢慢把頭抬起 好 先把瓶子放在一邊 我們開始坐起來 所以雙手可以直接來到我的BUTTERFLY 所以雙手可以繼續合在一起 雙手可以繼續打開 雙手可以繼續打開 可能今天就這樣來到你平常的BUTTERFLY 看看能不能把你的肩膀向後 然後向下拉 腰拉向前 呼氣可以向前彎 或者可以用你的Wheel 用瑜伽輪 拉近一點 然後把頭抬起上高 如果這裡不是太夠 可能太遠的話 可以再把Wheel放在腳板上高 但最主要是 上頭和頸部可以放鬆 讓肩膀向前 按到背部和腰 慢慢打開 然後繼續打開 我們這個 寬關節 準備好就慢慢開始坐起來 可以用雙手幫助把膝蓋合在一起 然後下巴或額頭握在心 把膝蓋合在一起 讓我們的寬關節 讓我們的寬關節休息一會 來到我們的Child's Pose 所以今天可以選擇 來到我們平常的Child's Pose 先把膝蓋放在一起 可以把膝蓋放在一起 可以把膝蓋放在一起 或是把膝蓋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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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把膝蓋放在一起 就可以打開口咬 但如果這裡的頸部會不舒服 就可以把膝蓋放在一起 然後把膝蓋放在一起 然後把膝蓋放在一起 自己可以移動的位置 找一個最適合的位置 可以讓你的頭和頸部放在一起 尬部還有你的頸部放在一起 肩膝蓋放在一起 好 來到我們中央Cat&Cow的動作 我們會用我們的Wheel 所以膝蓋返回来跟我们的hip位一样那么阔 可能需要踏后一点 正是手掌或者手指在我们的wheel 上高 吸气好像我们的cow pose 然后呼气cow pose 把背部拱起 吸气用双手把wheel向前推 胸口轻轻融下来 靠着脚 然后呼气cow pose 吸气 把胸口打开 左骨向上推 呼气 背部拱起 眼睛望着肚子 可能今次吸气 可以把头轻轻抬起 或者可以继续把头放松向下望 所以重复做得几次这个动作 带一些动力来到我们的脊椎 然后再继续把脊椎的肩膀 然后开始打开脊椎的肩膀 然后开始打开脊椎的肩膀 最后来到脊椎的时候 就看能不能把颗头 直接放在脊椎上高 双手继续放在脊椎上高 如果这里的脊椎不舒服 用瑜伽砖放在脊椎下面 左骨向上推 打开脊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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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可以回到脊椎的肩膀 但是今次双手来脚旁边 肩膀向前 因为刚才有点后弯的动作 所以现在脊椎的肩膀 舒缓我们的肩膀 可以摇下左右左右 慢慢双手可以回到脊椎前面 这里可以选择把脊椎放在脊椎上 或者是不需要用的 在这个动作的时候 所以把我们的左手 像我们平时的穿针的 threaded needle 穿过去右边 左边肩膀 左边耳朵 如果这里脊椎不舒服 就又是可以用我们的瑜伽砖 把脊椎放在脊椎上高 看能不能把你的手掌反上来 那我到我们左边肩膀的外側 在这里拉上 可能右手继续放起脊椎 或者可以把它搭起脊椎上高 然后轻轻用右手推开 所以把我们的右手拉长一点 脊椎脊椎可以再拉长一点 永远我们把我们的右手推向前面 收回的时候 都是想手肘弯曲的 不想锁住手肘 要保护我们的关节 放开开 反开它出回来 然后来到另外边 所以可能今次 把你的尾部 先向左边 然后右手穿过去 头可以放在你的瑜伽砖上高 在這裡深呼吸 左手可能踏起我們的圖上高 要是記住手肘彎曲 輕輕把它推向前面 我到左邊這個腰、腳底、肩膀全部在這裡打開 同時右邊肩膀的外側都在這裡拉長 準備好就開始坐起床了 又是反方向地出來 回來我們的 Child's Burst 又是肩膀向前、手在腳旁邊、額頭落地 可以如下左右左右鬆一鬆 準備好就來到我們的Tabletop 可以在這裡鬆一鬆 搖一下左右左右 把我們的Wheel移開 那我們就會準備 躺在腹部上 但是趴下之前呢 可能做多幾次我們的Cat and Cow 正常的Cat and Cow 又或者可以再鬆一鬆 頸子、頭 伸展一下兩邊腰 當你準備好才躺在下 所以開始來到幾個Back Bend的動作了 今天第一個可能就來到我們的Sphinx 手肘在肩膀下面 注意盡量不要讓我們的肩膀縮起來 繼續用我們的前臂推開 好像要把我們的肩膀向後拉 但同時要把我們的胸口向前推 然後再向上抬起 打開的胸口和肩膀 在這個Sphinx 我們的臀部和大腿可以放鬆 今天可以選擇留在這裡 看看腰部的感覺如何 可能可以用一個Wheel 把它放在我們的胸口前面 然後又是可以把下巴放在上高 打開喉嚨打開下巴 如果想再來到一個更強的後彎的動作 那就開始把我們的臀部和腹部鎖住 大腿也鎖住 可以用手把我們的Wheel拉近一點 攬緊 手可以來到前面 可以防止被它滑出去前面 滑出去前面 所以用手把它攬進來我們的胸口 同時繼續把我們的肩膀輕輕向下 然後向後拉 保持著深呼吸 記住要注意腰的感覺 如果這裡會覺得酸會覺得痛 那就立刻下來了 準備好 就慢慢反回去 可以用手幫助把Wheel拉近前面 接著雙手回到身體旁邊 一邊耳朵貼著脖子 又是被背部挽回 舒緩背部和腰部 深呼吸 準備好 我們就會回到我們的Child's Pose 不需要急的 慢慢 把我們的膝蓋合在一起 因為肩膀又向前 額頭落地 然後可以在這裡搖一下左右左右 所以記住 今天我們的節日 都是很慢 需要很多這些Child's Pose 休息的時間 但是如果有任何一個動作 你覺得想再 逗留久一點 又或者一個Child's Pose 想再久一點 記得可以把影片在這裡暫停 我們就會開始坐起來 那我們就開始來到一個Wide Legged Forward Fold 所以這裡可以把我們的Wheel和瑜伽 轉往前面 不準備要用的 腳可以在這裡抹大 如果膝蓋和大腿後面會斜得很厲害 就把我們的膝蓋輕輕彎曲 保護著我們的HemStream 又或者可以把雙腳合起來 把雙膝放在後面 好像要幫助我們停控停腰 確保我們不會坐在尾巴上 好 我們的Wheel就可以放在前面 可能是這樣把它抱進腹部 然後頭就可以在這裡放鬆 下巴在靠近的胸口 又或者 如果我們的HemStream比較緊的話 需要用幾個Block 又是可以把一個放在前面 防止我們的Wheel滑在前面 另外一個可以放在上高 把頭放在上高 或者下巴放在上高 所以自己在這裡調節一下 找一個適合的位置 可能不需要用一個Block 又或者可能不需要用一個Wheel貼 可以這樣用一個瑜伽磚 放在頭下 但是我們最重要就是找一個位置 我們的頭和頸 盡量可以放鬆 肩膀和手 都可以放鬆 上半身可以完全放鬆地向前彎 再深呼吸 然後再深呼吸 感覺到我們的肩膝大腿、膝頭的後側和寬關節慢慢打開 當我們準備好了,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招式在一邊 雙手來到膝蓋的下面 用手幫助把膝蓋的後髮在一起抱緊 舒緩我們的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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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 好,我們就準備來到我最喜歡的動作 所以通常我最喜歡的就是練這幾個動作 就是按摩背部、肩膀、打開胸口和膝蓋的 先把下巴靠近胸口 雙手就跟著托著我們的頸 如果雙手沒有托著頸 就永遠保持下巴靠近胸口 但如果托著了,就可以讓頭開始放鬆 可能慢慢用腳板開始撐開你的頸 讓盆骨抬起 開始就在這裡向上、向下這樣慢慢摔 可能開始在背部的某一個位置摔下線 所以可能只在下腰上、向下這樣摔下按摩 如果舒服的話,可能可以開始按摩高一點 所以雙腳記得可以踏前一點 自己在這裡用雙腳控制的 所以可能來到你的腳趾 或者雙腳再踏前一點,保持在腳板 就這樣用雙腳控制向前、向後這樣推 所以可能頭部可以完全放鬆 然後雙手可以伸到後面,拿著我們的腰 輕輕用雙手把頭拉向我們的腰 同時可以把手輕輕拉向我們的腰 繼續打開我們的脚底和胸口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強的筋 所以自己試試看 看看會不會太強 不一定規定要做這個的 如果這裡太強的話,把雙手放在頸部後面 可能留在這裡 可能手可以踏高一點 把雙手托回頸部後面 慢慢坐下 或者可以在這裡 滾上下 所以這裡是沒有對錯的 所以每個人的身體都不同 可能有某一個位置 是比較硬一點 所以你就找一下那個位置 可能硬久一點,按久一點 特別是肩膀上高的位置 平常如果看電腦或電話 看得多 可能這個位置會比較酸 比較緊 可能可以把雙腳伸直 所以我們現在的view 托在我們的腰和盤骨下面 腳伸直可以打開我們的hip flexor 和大腿的前側 頭可能可以放鬆落地 可以留在這裡 可以留在這裡 讓臀部放鬆 就這樣躺下來 坐下來 這樣躺下來 如果這裡可以留在這裡 看可以在這裡 把頭 放在我們的尺寸上高 然後可以把雙腳踏向後面 慢慢慢慢滾向後面 打開我們的肩膀和大腿前側 可以留在這裡 雙腳可以慢慢鋸起 所以雙手托著我們的尾巴 在這裡好像要把它揽進我們的背部 這也是防止它滑了出去 可能把膝蓋揽進額頭 讓背部彎 舒緩一下背部 舒緩一下腰 又或者把臀部坐下來的尾巴 可以留在這裡 又或者把腳伸直 像我們平時的Legs Up the Wall 又或者是一個Supported Shoulder Stand 所以如果平時走路走得多 跑步 或者站著站得多 做這些動作就可以舒緩我們雙腳 特別是腳板 腳腕 腳跟那些部位 可以留在這裡 記住力量是在肩膀上高 不是在頸上高 準備好出來的時候 可能就這樣反過來 又或者可以把膝蓋 靠近你的額頭 可能腳可以伸直 腳趾到地上 我已經剪了自己 但是 就像我們平時的Plow pose 腳趾可以落地 慢慢 腳趾可以回到肩膀 用力推 把盆骨抬起 然後慢慢把背部滑出來 先把它放在一邊 然後 可以來到你今天最後的Shavasana 所以看看你需要什麼 可能直接回來我們的Butterfly 或者做幾個Twist的動作 又或者 膝蓋進來胸後 按下腰 今天我選擇 最後的Shavasana 就是回去 一開始的動作 那就是 將一個瑜伽磚放在後面 托著Viu 坐前一點 所以我們的Viu 是在我們的背部 Upper back 跟著另外一個磚 就放在我們的頭下面 最後一個大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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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大休息